我給你看它突廢的樣子 這個還好 這個可能已經還好 那有些時候它還在裡面會 就繼續沸騰 那如果你的東西非常重要的時候 你這樣繼續沸騰會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要轉 幫我特寫一下 這樣晃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它的折射率不一樣 代表它沉在下面的洋菜膠再轉 它會這樣子才會均勻 因為至少我們在教的時候是學長教的 這樣晃完過程當中它不會沉澱的時候 它會比較均勻 那等一下我們這邊OK 我們就把它放到我們水浴槽裡面去 好 謝謝